音樂 音樂 我們邱猴城這個創辦人 他其實之前是一個刑警 他退休的時候才成立這個蕭窯場 然後燒花瓶 那有了很簡單的一個資金之後 我們才創立了這個合成的製藥廠 那接下來我們的邱俊榮總裁 他其實就是七格子裡面之一 那他其實也是我們的001銷售員 那當初他其實在交通 還不是很便利的時代 騎了一個腳踏車 老業車 那後面是困針馬桶 騎到台北去一個一個推銷 我們的市場也因此真的是被他展開來 白手起家的創辦人邱和成先生 以自己的名字為公司命名 不但代表公司精神 更是代代言守的家訓 和氣必成 也因為兄弟間的公司分明和合作無間 才能讓公司持續壯大而不分裂 最早的商標是一個地球的logo 然後加上和成牌三個字的中文字 那在DMO大概十三十年前 公司的經營團隊開始改變成HCG 就現在大家要看到的logo 習慣的logo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轉變 是其實代表我們試圖要國際 要把事業發展這樣的一個雄心 我們合成88年其實開始創立了一個新的指標 HCG 健康生活 Nature Light 為什麼叫做健康生活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 其實在自己的健康管理上面是需求是很大的 與其依賴我們的醫療常護的一個機構 那步驢其實在自己可以管理的一個狀態下就可以支撐起 那我覺得這是更好的一個循環 隨著時代的演變 台灣人口結構已趨向高齡化社會 看準智能家電和健康意識抬頭的未來趨勢 品牌也持續研發 創新 並推出符合人性需求的產品 健康智能抹頭在內容裡面 我們大概有基礎的 從尿液的部分我們可以做出 譬如說它的酸鹼質 它的離子濃度 進一步是溫度 從這三項基礎功能來講 對於醫學上都有分別 對譬如說糖尿或腎臟疾病 還有相關的這種需求去做長期的監控 免去到醫院檢驗的緊張和不便 僅是日常的排泄動作 便能透過尿液和排泄物 檢視使用者健康狀態 進而提醒作息或是飲食方面的調整 還能透過APP將資料回傳至手機 方便使用者追蹤家中高齡長輩的身體狀態 我們從二次世界大戰到台灣官府 一直都是 到現在都是耕流台灣的 所以我們的董事長邱立堅先生 他說過一個開個一個玩笑 我們其實是就是保育類的一個企業 所以國家真的要好好的 大家一起共同的合作 看如何讓台灣發揚光大 把這個品牌外下出去 真的變成是一個台灣之光 今年剛好88年 我們秉持著這個職人精神 專注做好一件事情 那在去年 董事長的詮釋也很妙 他說專注做好一件事情是哪一件事情 就是合成這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品牌做好 那所以這個品牌可以做什麼 那就是盡可能去發揮 去創造一些 屬於消費者更需求的產品 所以,我不在去年 一定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一個的遊戲